生活并非都是一帆风顺 可能坐在台上 二位感觉人真好 那是没遇到事呢 接下来给二位制造点事 制造点矛盾 看能不能够去解决好这个矛盾 来吧 接下来有请文文 制造矛盾者 女儿邀请妈妈去二栏 想问一下女嘉宾 想不想带男士 如果带 男士是不是整点路费啥的 对不对 遇到这样的难题 二位也不会给人家说 这可下次找着个老伴了 你赶紧啥声订啊 上我们那块 溜的溜的呀 你缩走就走啊 跟我叔啥意见呢 这钱备好没呀 几票钱还是可以赢支付的 叔你不知道 我们家有一个习惯 生活都永远 我和我老公现在也是一样的 各花各的 所以叔啊 多带点钱啊 是吧 好像是我们的下一代啊 就是你们这一代是很实情的东西 但我们那一代不是这样 我们那一代是以男人 为花钱的所有目标 那你的意思我妈这块你也包了 那指定得包啊 那妈呀 这机票你出去咱说再买两件衣服 再买双鞋 那可得一两万块钱呀 妈呀 那我可不帮你承担了 这可有人给你承担呢 我跟你说妈 上次你看那件皮衣 我都给你承担了 打点两万块钱呢 那既然我输盛情难去 那咱就让他拿呀妈呀 你都说句话呀 给句话呀 给朋友帮帮帮啊 俩要好了 那堆钱呢就说的 他拿我拿都不错 我还得我得给他呀 你凭啥给他呀 都A治 现在生活都应该讲究分寸 俩不有感情吗 感情我和我老公也有感情吗 你也不是不知道 那为什么 他没有就得跟你伸手呀 他愿意给你花是他愿意的 但是他如果伸手管你要钱吧 这我可得拦一下啊 你管不着我呢 那你管不着我 行啊 你俩行啊 孙 我不让你有什么 给我啥魅力啊 给我妈这接下心都掏给你了 钱都掏给你了 二兰自己去不管了 其实刚才男嘉宾啊 话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你的态度特别重要 就是你所要承担的是 你家庭这份责任 所以你希望你能够 撑起这一片天 这是你发自内心的 你最好的最明白的一个表达 就是通过钱 通过对家里面的财务的支出 来体现 其实我们并不是说 我想占男人的便宜 他给我拿钱 而是说这样的男人 当他说出这样的承诺的时候 他值得我用一辈子 跟他在一块 因为他值得我依靠 我认为是这样的啊 但是女人对男人的爱是什么呢 在阿姨身上也体现了灵力尽致 不是你为我花不耗心 而是我舍不得 你俩真的太合适 太好了 彼此会给彼此安全感的 就是我给你个真心 你给我个微笑 彼此能换回来 今天小嘉宾来到我的身边 来 别留去女家电信 稍休休息 咱们一会见好不好 好嘞 两位女士都聊过了 感觉如何 感觉各有各地的优点 优点 这样我再给你们机会 接下来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来帮您提出几个问题 来问一下对方 深入地了解一下 好不好 来 掌声请两位女嘉宾 带你去唱 在我念的过程当中 请选择一道题来问对方 一 再找另一半 最看重对方哪一点 二 我不赞成大伙过你同意吗 三 再婚财政大权 该如何支配 四 再婚之后两个人的收入 会放在一起花吗 五 最不能够忍受另一半 什么缺点 六 最多花多少钱 需要和我商量 首先又请我们的一号 女嘉宾选择一道题来问我们男士 我不赞成打火锅 你同意吗 同意 同意 是不是啊 你也是赞成两个人在一块 必须有个合法的身份 对吧 对 三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一 再找另一半 就看重对方哪一点 我那个头是第一感官的 那个头通过以后就 以后往下进行的时候 最看重对方的是 爱好兴趣 男嘉宾选择一道题来问对方两位女士 最不忍受另一半的是什么缺点 就是跳舞呗 这也是个死痛吗 你是打不开了 死瘾了 死瘾了 三号女嘉宾回答 不诚实 撒谎 撒谎 接下来我要把花交到咱们男嘉宾的手上了 有请三位背对背 正好 好 在我倒数三个数之后 请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 三 十月的日月 心如梦境 秋天去了 冬天来了 叶儿黄了 花谢了 鸟不唱了 二 请选择 这一朵 周ские ' 有人 unut 课 后 wis 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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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